我们学过的牡丹的老枝和新枝 给它组合在一起 还有嫩芽 那我们今天呢 组织的时候呢 要注意什么 如果你画了两个枝干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啊 有这个主要的和次样的 那么要三个干组合到一块呢 要注意它的书密 并且呢 要注意它的姿态 单个的姿态呢 长了烧了是公司型的啊 我现在用这个白银笔啊 我们先把这个老干画出来 用墨 先把老干画出来 先把老干画出来 这是一个 我们再来一个 这是两个干 你看 两个干呢 就要注意它的主要和次样的 一个高 一个低 那我们再画一个干 三个干 那就要注意它书密了 你不能画到这儿了 就要有分开的啊 有书和密 把它画到这儿 你看 就画了 我们画那个树丛也是这样的 是吧 画树干也是这样 你要画三个的话 就有书密了啊 好 我们把这老干先画出来 画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 新干 新干呢 我再换一支笔 我们要用腌制 加少许的藤黄 先把腌制调出来 调到笔图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藤黄 我们前面单独教过这个 润脂怎么画的 是吧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好 勾出来以后呢 我现在 把这个 比较嫩的啊 用中风啊 中风 把这个 嫩脂的给它勾画出来 我可以从上往下画啊 这样方便 那也可以从下往上画 都可以的啊 都可以 中风 中风 你看 我这样 我这样 你看 我要想画 长的话了 我 他知道的不行 必须稍微高起来一点 来 你看 你得高起来 高起来一点 把旁边这个 新的嫩盐 给画出来 画长一点的话呢 最好是那什么啊 把 旋纹 旋纹 把毛笔啊 直到这个中间 这个部分就行了 画完以后呢 我们就再怎么样啊 把这个嫩脂画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添枝加叶啊 把它加叶 加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怎么样 嗯 注意点啊 我们先 再重新啊 我们调一下 可以加点这个 花青 然后呢 加藤黄 花青 藤黄 然后呢 你比头上呢 可以加点这个胭脂啊 不要嫩啊 叶子啊 嫩的叶子 侧风行笔啊 侧风行笔花叶子 一笔两笔都可以啊 没有了 我们再来 藤黄 加点胭脂啊 可以稍微加一点末 变换一下 我们再画这边的叶子啊 这边 画叶子的时候也是组合要疏密啊 你看 这个毛笔啊 可以 可以这样画 可以这样画 这个是这边 这边的啊 注意我们现在开始勾筋 勾筋是要用淡末啊 淡末也可以加点这个胭脂 胭脂加点淡末 因为它是比较嫩的叶子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用纯末去勾它 纯末勾的话呢 你还可以要支笔要支笔远一点啊 因为你要抬起来 玄腕的啊 稍微再加点末 这个嫩盐呢 嫩的叶子呢 稍微注意点 不要太重的墨色去给它勾筋 这样呢就显得非常的生硬 所以说我们这点要注意啊 这个往这儿分 然后最后我们再用这个腌脂啊 把它那个刚刚发出来的那个枝芽啊 把它把它给它点一下 这个小嫩汁和老干 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划完了 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